現在跟大家介紹 微邊 蛋糕模微邊的部分要怎麼操作 首先這個是6吋的烤模 6吋就是直徑15公分 15公分 我們團購的紙呢 這個紙是20公分的 那我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紙怎麼樣鋪在底部 因為像我們在烤那個海綿蛋糕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水浴法的蛋糕的時候呢 都可以用這種的做法來鋪那個紙 就不用噴油了 那首先你取這個紙比烤模還大 都沒有關係 好就是 甚至我們這個紙也可以放在12公分 這是15公分這是12公分 就是放在12公分的烤模也是OK 示範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圓形的底紙 那圓形的底紙 像我的做法是 我一定會讓這個紙比烤模還要大 然後你就對摺 三次對摺 三次對摺之後呢 拿出剪刀 你可以再對摺一次沒有關係 好 然後我們就剪一點點 像這樣子 那你看一下 要剪多少 這個長度就是 你先把烤模轉過來 然後你大概看一下 平均左右大概各多少 比如說我就做一個記號 像要剪這一段 我就先剪一個 剪在一個角 先剪這邊 好 那等一下我對摺 對摺的時候 然後三次對摺 最圓形的三次對摺 一次 兩次 那我剛剛對摺的都在外面喔 三次 好 再一次 四次對摺 我剛剛剪的那一段的 我做記號的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大概剪這個長度 好 然後我們就 剪這邊 你看我剪到這裡 我就做記號 然後你就從中間這邊這樣剪 剪這樣一段 有沒有很準沒有關係 好 你就讓它這裡有裂開 就可以 重點這個 剪這個的目的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這是圓的 我一定要 呃 把它鋪進去之後 我會讓它變成是一個 一個 要怎麼講 有一個 凹起來 有點像 像這樣子有沒有 我們把這個 不是 對著中間 沒有混準也沒有關係 你就大概左右差不多的長度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左手固定 然後呢 右邊手 手指頭 就沿著這個腳邊 這樣子刮 用手指頭刮就可以了 然後 你就會發現 剛剛 我們折的那個地方 就可以 折的那個地方有沒有 就打開 然後就會貼緊 貼緊烤膜 所以我們剛剛剪 剪的用意是在這裡 就是讓它不要 就是側邊這邊會很服貼 好側邊這邊會很服貼 好 這是我的做法 所以當你拿出來的時候 它會長像這樣子 會有一個高度 好 那你又說有一個高度 那我側邊怎麼辦 我們還有長條形的 尾邊紙 記得嗎 這個高度會有8公分 適用很多烤膜都可以 那像我們這種 這個15公分 直角烤膜 高是6公分 所以非常適用 你只要做好之後呢 圓的部分 你就把它繞起來 然後放進去 鋪著 好 鋪著 就這樣子 那你會說 它沒有黏著旁邊有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有些人它會用油去塗抹 讓這個紙黏住 可是 我比較不喜歡用油 所以呢 我會用一種方式就是說 你讓它重疊的部分 不要太多 只要多一點點就好了 我就會根據實際上的情況 我們做一個修剪 你看這樣多這一段對不對 那我就會用剪刀這樣子 大概把它修剪 讓它 讓它重疊這一點點就好了 來給你們看 重疊的部分就這樣 這樣一點點 好 一定要有重疊喔 好 你的蛋糕糊才不會溢進去 所以重疊的部分是在這裡 好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在打蛋白糖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蛋白糖的部分 蛋白打發有沒有 它有 加了糖就會黏黏的 我就會浮在這裡 就像醬糊 然後呢 它就可以很浮貼的往旁邊漲 那這樣你這個圍邊 就已經完成了 好 圍邊就已經完成了 好 那如果說 我用水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用一點水也可以 可是水 記得它沒什麼黏性 然後呢 有些人會用一個做法是 他會把它撐很開 撐很開 然後用這個定書機把它固定住 至少它也是一個圓 這樣也OK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如果用這種圍邊紙 看到的時候大概會長相這樣子 然後記住 有一個重點是 這個紙一定要高出烤膜 為什麼 因為你要提供給蛋糕長大的空間 也就是說 像很多烤膜 它這個大概只有六公分高 對不對 我們這個紙有八公分 所以如果你的份量比較多 你想要做特別高的那種 蛋糕的時候 這個紙 就提供作用 它就會給它支撐力 那當然你不能很高 你用六公分 要長到十六公分 是不行的 所以這樣八公尺很剛好 萬一它會長高 還可以支撐不會溢出來 的程度 所以呢 這個 高 是有它用意 第二點 高的用意是在於說 當我蛋糕烤好之後呢 蛋糕是不是黏住這個紙 對不對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提出來的時候 你的蛋糕會這樣子 在我很多照片都有 就是 它會長得像這樣 蛋糕就在裡頭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紙撕掉 就可以順利脫模 然後你的烤膜是會非常乾淨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清洗的 好 這樣子 這是用紙的一個方法 這是第一種方法 好 第一種方法就是說 底紙的部分比較大 然後尾邊紙是直接這樣套上去 那 有另外一種做法是說 有些人有另外一種做法是 呃 像 這個烤膜是十五公分的 我有十五公分的紙嗎 十五公分的紙 有多嗎 十五公分的紙 這個 有些人它習慣就是底部的部分要很剛好 所以像我有一個十五公分的紙 這個烤膜是十五公分 我就直接這樣鋪上去 好 那邊怎麼辦 邊的處理方法是這樣 我們有個長條圍邊對不對 是八公分 好 八公分我放進去 一樣我先測量一下 測量一下 我先包旁邊 先這樣包旁邊 然後呢 你就高增它一些些 基本要重疊的部分 至少重疊一個 一個手指頭長 這樣子的長度 然後我們就把它剪掉 好 這樣子之後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有些人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底部的部分太懶得柴 它就選剛剛好的 然後呢 微邊就這樣直接抄進去就可以了 可是這樣會有個問題是在於說 你的這個邊沒有高出來的時候 它很可能你的蛋糕糊會溢到旁邊 所以邊邊交角會有一些面糊的狀態 所以就有人在發明另外一種方法是這樣 就是把微邊的部分 你們看喔 像這一個 這個是底部有高出來對不對 所以會有皺褶 然後讓它形成一個凹槽 然後呢 另外一種方法是 這個紙 這個 紙 紙 因為我比膠膜還高對不對 然後我就剪 讓它 看一下 就是比膠膜高一點點 那多住一點點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剪開 剪開的用意是 剪開的用意是 我們把這個剛好的紙放旁邊 然後呢 剪開的用意是 我讓它形成一個凹槽去保護那個麵糊 我們把這個線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會有一個摺 摺過來了對不對 摺過來了 這時候呢 同樣的就是跟我們剛剛這個一樣的意思 我就把它做按起來 做按起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裡面會長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這段會凸出來 凸出來做什麼用 我再把這個剛剛好的圓底紙放進去 好來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我先把它固定一下 你就會發現 其實效果跟這邊的有點像 給大家看 這邊是底部高 好 披進去 然後我們邊是很剛好的 邊是很剛好的 好 那你看這兩個是不是很像 可是其實它做法不同在於 在於 你看喔 這邊是這樣子 你如果底部看起來的時候 是這樣 有沒有 是 圓底 圓底是很剛好 但是這個長邊的部分 好 圓底是很剛好的 但是長邊的部分是有摺下來的 那一樣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一定你這個邊的紙 一定要比烤摩還高一點點 方便我們提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 給它留一點緩衝空間 如果麵糊太多的話 倒是可以 讓它防止溢出來 這樣子 好 這是這兩種的做法 然後再另外一種的話呢 是 這兩種的紙 這種烘焙紙都是單次使用 不能重複使用 所以呢 你一旦烤完之後呢 那個麵糊會黏著紙 然後你撕掉之後 這個紙就不能再被使用了 好 不能再被使用 另外一種做法是 我們會有所謂這個圍邊布 這是有點像布的材質 有點塑膠的感覺 好 那我拿一個一模一樣的烤膜過來 好 不管它是活動膜 或者是固定膜通都OK 我們的圍邊布 一開始會長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圓形 但是你旁邊有剪開了 這是我們幫你採好的 就是剪開了 第一次怎麼使用 就是對準中間壓下去 因為這個每一個尺寸你要對好 然後你就把 有沒有看到 就像荷葉一樣 你就把這個邊邊的部分交錯 它很自然就會交錯在一起 然後呢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因為它是布 布的材質跟紙不一樣是 你這樣紙頭像刮一刮 它可能就定型 布比較不會 所以你可能就要用手 稍微順個幾次 然後烤個一兩次之後呢 它拿出來就會像這樣子固定的 然後這個也是很好脫模 就是它是不沾的材質 你只要用熱水輕輕的把它洗過之後 就可以使用了 好 以上 這是紙跟布的部分 然後 再來一個是 你看這個很方便很好操作 這要夠硬 然後你這樣子它就不會倒下去 然後紙有兩種 再另外一種是 我們做蛋糕捲的時候 蛋糕捲的時候都會有這種好盤對不對 那怎麼鋪這個紙 我們有這種所謂很大張的 神秘的咖啡線烘焙子 好 它的用法是這樣 通常我們的烤盤這樣子 你這樣想看 有沒有 它比烤盤還要大 它比烤盤還要大 那通常我的做法是 我們一樣就是把它放下去 烤盤放在上面拉 這兩段一定會比它還更高一點點 一點點 你看 這樣子一點點 更高一點點 然後左右該各高一公升就好了 對桌的部分我們把它折下去 這個先折下去 第一個步驟 你先讓它長寬是很剛好的 長寬是很剛好 因為你看兩邊拉起來 是很剛好的 OK 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 接下來 我先把這一段折掉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會先對折 把這個部分 剛剛高速的部分把它折起來 有沒有 你看 這樣子 高速它一點點 在這裡對折之後 把它折起來 這是我的做法 這樣子做會比較好操作 折起來 對著邊邊這樣子 然後你再弄到這邊之後 對著角 一樣折起來 好 那兩端的部分就是 一樣貼起烤盤的邊邊 好 那你就會發現 這兩邊有沒有 很自然的 你就把四邊角折好 有沒有 這兩邊剛剛好折起來對不對 好 那你就把這邊角 也貼起 然後把它對折下來 也就是說讓它邊 先折進來 這就是我們要的底 的部分了 好 那你把它拉高之後 通常我們會從這邊 這樣子直接剪開 這條線 直接剪開 剪開 之後呢你就把它往旁邊推 往旁邊折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蛋糕捲的直 那如果你怕它歪掉了 就是用技術去燒 把它固定一下 喔 沒有了 就這樣子 所以蛋糕捲的折法 就是像這樣 這樣會比較準確 然後到時候烤好之後 這樣就踢出來 OK 以上說明完畢 拜拜